巅峰产生虚伪的拥护 黄昆见证真正的信徒 骑象跟我一起走过那么多风风雨雨 从来都没有退缩过 不知为何今天终于还是倒下来 就在我下车检查的时候 一位小姐姐走进了我的视线 世界有时候很大 有时候却又很小 这位漂亮的小姐姐 恰好是我的粉丝 只是很可惜挡住了她回家的道路 经过我简单的测量 想开过去的确很难 但是在小姐姐面前 只能硬着头皮背水一战了 看好了啊 小姐姐应该是刚拿驾照 这华丽的实习标志 像极了小朋友胸前鲜艳的红领巾 不过现在贴上了神车手专用标志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驾驶体验 刚刚经过简单的测绘 想要顺利开过去 就只能从旁边这条排水沟上通过 可是这样无意就添加了不少难度 因为一旦轮胎跟水沟平行车轮就会陷进去 那样出不出的来 先另当别论 小姐姐肯定是聊不到了 这V6发动机的动力果然不同反响 一脚油门后轮就轻松上来了 接下来前轮怎么上来 跟大家分享一个技巧 这时候方向一定要向左达满 这种情况下轮胎已经超出了车辆 即便是挨到障碍物 都是轮胎先接触 等轮胎接触到墙边 就可以精准地判断车的位置 此时回正方向就可以往前开了 开上这沟区才发现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因为旁边太窄了 轮子必须悬空一半出来 往里面就会掉进水沟卡住轮胎 往外面又会挨到墙面发生寡蹭 一旦15神车手一世英明 就会荡然无损 更会辜负众多粉丝队伍的后外 不过越是这种时候 我就要越沉着冷静 准确地控制好方向 我忙里偷闲地通过反光镜 看了一下小姐姐 原来不止我一个人紧张 她也胆战心惊地搓着小手 最终我还是亮亮呛呛呛地 把车开了过来 不过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一步 由于路面太窄 我只能通过收起两台车的反光镜 增加通过的几率 又硬着头皮把方向往里面打了一点 然后不断地把头探出窗外观察是否能通过 好在车身已经过来了大半 感觉胜利离我近在直视 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出来 如果没操作好轮胎 还是有卡进水沟的风险 这时候我通过反光镜反复观察 是否有足够的距离出来 选好位置以后 我们一定要把方向往左前方打满 然后一脚油门 车就能顺理成章地出来了 大家学会了吗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此时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气象这时候抛锚 也许就是为了安排我和小姐姐在这里相遇 果然 你巅峰时我慕名而来 你落寞时我不曾离开 你看这部调布你开过来了吗 这个你太厉害了吧 还好 来大家关注 以后会分享 更多实用的驾驶技巧和自教教育视频 好 你现在回走了呢 开始慢一点啊 好吧 你那么漂亮 可以留个联系博士吗